近期,AUKUS联盟的消息充斥着澳大利亚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 在消息出来后,股价连续下跌近一个月的ASB.ASX出现反弹 那么这家澳大利亚市值最大的造船厂AUSTO究竟能不能从AUKUS联盟中获得利好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AUSTO Limited股票代码ASB.ASX是一家澳大利亚造船商和全球国防承包商 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海军都是它的长期客户 自1988年以来,AUSTO已经为全球59个国家的121家商业或国防机构打造了340多艘船舶 在澳大利亚、美国、越南和菲律宾都设有造船厂 在近期的AUSTO年爆发不之后,公司股价破位下跌 直到AUKUS的消息出来之后才出现反弹 究竟原因是相较前几年连续上涨的营收能力 疫情下的AUSTO收入出现了过去五年来的首次下滑 甚至在接下来的2022财年中,营收还将继续下跌5% 这是市场所不能接受的结果 股指水平也因此来到了过去五年来的地位 而就在几天以前,一则新闻让投资人重新注意到了AUSTO 那就是澳大利亚连同美国、英国组建了AUKUS联盟 AUKUS的切入点是技术联盟 包括人工智能、网络、量子力学、水下系统、远程打击能力 以及最为人们所关注的核动力潜艇的采购 在这一联盟宣布成立后 AUSTO的股价出现短线的迅速拉升 从投资者的角度 许多投资人关注的是AUSTO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造船厂 是否真的有机会吃到相关利好 而目前的答案是暂时没有 以后有机会 按照官方的声明 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 与英国、美国商讨相关细节 目标是在英美的帮助下 掌握核动力潜艇的技术 这一计划希望未来能够交付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 目前的计划是在南澳 进行建造以最大限度的为当地创造就业 而主要的合作伙伴 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全资拥有的非上市造船企业ASC 另一方面 AUSTO本身的产能以及技术储备 实际上也很难承接核潜艇的建造工作 未来虽然也有可能承接一部分的维护工作 但基于核潜艇的特殊性 这相关的收益也很可能不会被公开 可以肯定的是 澳大利亚海军有扩军的计划以及需求 而AUSTO凭借着自身的技术储备 未来也有可能承接相应的订单 从而对股价形成利好 但就目前的股价走势 借以先持观望的态度 谨慎等待机会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